我認為林鄭只是以為她是釜底抽薪 她仍然在低位培緩 當大家看到她的支持度 居然可以跌至單位數 我覺得簡直是奇蹟 讓現在的武漢肺炎 或者我們現在稱為冠狀病毒突然消失更神奇 你想想 怎麼可以有一個特首 可以跌至單位數 大家不要忘記 她的支持度變成單位數 當然她的靜值當然很差 本來香港經歷過沙士 其實有這麼大型的流行病 襲擊香港的話 其實一個政府照抄都應該有個譜 但居然林鄭可以做到這麼差 令自己的支持度跌至單位數 簡直就是反映民意 她不但不能挽回過去去年七八個月以來 她的民望插水式下跌 還要去到現在的位置 原來低處未算低還在沉底 大家可以想得到 林鄭在市民的心目之中 無論建制民主派都根本覺得她去到一個地步 是廢到冤 即是她還在獻世 究竟她在其他真的有直選的地方 這些人走了九年 她整個團隊都應該已經消失了 不可能還在這裡 所以現在她做的什麼落區、捐錢、派罩 做所有的事情其實都挽回不了 可能她會被人罵少兩句 但是在市民的心目之中 我想她的一個廢字已經是脫離不了她 還有我想對市民來說 也有一個很深的印象 是我覺得她是那種高傲、囂張 不認錯這幾種東西 是跟她完全是綑綁在一起的 所以我想市民對她的工作能力 可以說是已經沒有什麼遐想 而她就算做那些派錢、防疫基金、派罩 是不可能挽回到市民對她的印象 所以她有她做 市民就繼續自救 其實本來政府如果好好地去面對疫情 做得夠果斷、情況夠透明 多些解說的話 其實林鄭是可以挽回到一些劣勢的 但是她錯一次又一次的機會 其實跟反送中運動一樣的 她每一次都錯過黃金時間 錯過黃金機會 叫她封關她不封 叫她帶人回來她不帶 但是去到現在這麼後期 其實是因為市民自救 才現在叫做疫情 勉強控制得到 幸好香港還有一些很老實的專家 我們看到有很多醫生勇於出來 叫我們戴口罩 叫大家勸政府封關都不來 所以其實我們怎樣都沒有辦法 將現在她所謂後來糾正過來的東西 當是林鄭的好 或者林鄭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就算抗疫報告 說些甚麼 我覺得這只不過是林鄭的死性不改 仍然是毀過於人 還要跟中央打建制派的小報告 我想放這些毒針 建制派看完都應該挺生氣的 當然根據政府採購的手續 在某一些情況 是有機會可以進行一個直接委屈的 但同一個時候 仍然有一個中間落物的位置 即是不招標 是否即刻招標和直接委屈 中間有沒有一些回船的空間 其實都可以的 有些是可以直接找幾間作一個比較的 但現在我們看到 有兩份的合約 都是給了一些有中資背景 甚至是國企的建築公司 而當中的解說其實是很有限 還要拿著這個獎勸基金去支援 其實整件事令我想起就是故宮的翻版 故宮當時也是林鄭做主導 當時她只不過是政務司司長 在馬會找了35億 找了Rocko Yim 去設計 然後搞定所有東西 一條龍服務 然後慢慢再組織一個故事 就說因為Rocko Yim有它的獨特性 就是因為它是專家 所以直接委屈 根本整件事根本是廢話 而她將同一件事今次套進去 當然我們明白我的急設性 但正如我所說 在招標 因為大家經常都說 你口罩招標說她傻 但其實在招標和直接委屈 中間是一個回旋的地方 但她沒有採用到 但直至今日她都沒有解釋 而大家不要忘記 正如我所說 第一 用掌勸基金 招了頭 這個掌勸基金 用來做社福的東西 那為何她用掌勸基金呢 至今日又未能回答 第二 中間還有很多合約 將她特意拆細 放進基本工程處理基金裏 說明的 很有趣的 那天你見到政府官員 建築處處長 很老實 幸好是救朋友 幫她頂了 接著我們的合約都要計算過了 特意要計算到3000萬以下 是2990萬 這樣做 我想對市民來說 我們不是不明白那種急設性 但政府無論是 直接委批這班承辦商 無論是選擇社區診所 甚至是選擇隔離設施等等 包括一些建好的公屋 其實都沒有落區好好做解說 只不過突然之間 有一個公佈 那就算了 為何政府不可以做好解說 為何一件事這麼不透明 為何一件事要令到大家這麼恐慌 其實政府它自己有責任 尤其是它明白 大家現在對特區政府 都是沒有信任的時候 它更加應該落區好好地做解說 不是躲起來 然後決定了 那就宣佈 那你市民就要硬吃了 其實對疫情 對健康 對大家互相保障 越解釋得清楚 大家越知道得多 其實慢慢就可以 免除了一些 一些誤導的訊息 或者甚至一些 我不是說蒸口罩 一些不正確的訊息 大家可以避免了 但是政府偏偏要三趨四請 甚至都不會大駕光臨 那這些是政府應該做的事嗎 所以我覺得似乎 就算反送中的運動經歷了那麼久 我不覺得林鄭或者特區政府 有得到任何教訓 我覺得很驚訝 因為整個新聞 不是政府發佈的 是由中聯辦的網站發佈 包括相片和資料 大家試想像 你家裏裝修 你找了個裝修師傅 那裝修師傅在你 有沒有得到你的同意之下 或者在你沒有得到你的同意之下 就請了一些朋友上來看 那這裏我裝修得多漂亮 哇 是不是很值得鼓掌呢 很厲害 然後你來看 哎呀 師傅你真的做得好 反正是 哇 蓋世神功啊 哇 這裏這樣 哇 做得比火神山啊 是否要這樣互相吹噓呢 我老實說 香港是一個尊重合約精神的地方 政府委派了直接聘任 這些承辦商去做的話 他就要根據合約去做 不用有些甚麼人來打羅打鼓 他都應該做的 但是究竟今次 駱惠寧去參觀 誰容許的呢 他不是普通人來的 就算是普通人 也沒理由可以隨便進入一個工地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是不是這個國企 就是中國建築 我沒記錯 應該是中國建築 是不是中國建築批准進去的呢 但是是不是所有中國建築的員工 或者他請的嘉賓都可以進去呢 那為什麼他有這樣的權呢 好了 如果不是中國建築請的 是不是政府作為業主 或者作為委診中國建築的 是不是他同意了他知道了呢 林鄭樂去我們明白的 因為他也落過他 那麼駱惠寧下去 甚麼身份 監工 監核顧問 還是甚麼 還是啦啦隊 哇 好耶 這樣呢 我們都要得個知智 大家不要忘記 不要這麼快已經麻木 當日我們都見過那些解放軍 假裝做義工 接著打風出來撿一下這裏 接著有空就做一下那裏 接著會不會常規化 有空沒東西做我們就走出來 這個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項目 為什麼駱惠寧會被邀請去參觀工地呢 是否中國建築對工地沒有染雞籠 誰都要下去 他公司那些是否做會計的又可以下去 是否誰都可以下去 我覺得這件事 一個工地不是普通一個職員 可以下去 或是一些嘉賓可以下去 因為那裏都有安全的情況要兼顧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 還有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那個地方是在趕工的 你猜請駱惠寧 他是不是可以一直在鋸木 打釘 接著他就可以到處走 也不可能 你一定要去清理一下 洗太平地 接著才下去看 然後一大多人去招呼 你說你現在最吃緊的時候 抗疫最吃緊的時候 那你下去看什麼 你是不是真的阻礙他們做事 大家都明白 你有個頭來看 或者有嘉賓下來看 我當然要停下來 我們來招呼一下他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 是很不合邏輯的 政府如果得不到建制派的支持的話 他的財政預算案都很難通過 那這些用來做買路錢 還是用來收買人心 那這個就政府才知道 但是我想對上年1124區議會選舉 我絕對建制派慘敗 如果有錢可以使得鬼推磨的話 找政府出納稅人的錢 去照顧大家 可能建制派又得益的話 那我想 是不是都想得過呢 這個就是大家自己想的 但是接下來立法會選舉 我絕對相信這個 無論是林鄭 或者是建制派 都不可能承受得起再一次 被民主派大贏的情況 所以在現在 我想做什麼 總之什麼可以挽回到民望 以及挽回到建制派 少許的一些聲望的話 我相信他們都會拼命做 就是希望不要再在 在未來的立法會選舉大敗 沒有 一點都沒有 是的 我覺得建制派他們 有得他們出來做什麼就做什麼 如果我真的要說 我寧願說那些官 那些官捐出來 新加坡是扣的 是扣薪金 現在我們捐好像 哇 好像很黃恩浩蕩 不要緊 做善事 歡迎 誰都應該做善事 不是屬不屬罪的問題 不過對香港市民來說 你捐出來的月糧 我想絕對平息不了市民 在面對疫情 那時候那種無助 那種憤怒 還有那種不安全感 所以我覺得建制派要做的事 就是他們自己做 我們公民黨有很多議員 其實都自己都 臨河包買了很多 大家所在搶的一些 防疫的裝備 都是希望令街坊得以安心 大家都各自在做事 無論什麼時間 我自己都覺得是一個正前檢控 我自己都經歷過被拘捕 被告和要上庭 亦都被判 在現在這種情況之下 再拘捕他們幾個 有拘捕他們幾個 我自己覺得是 根本是再一次顯示到 林鄭這種秋後算賬 她不只要算 我們一些示威者 包括這三位 林鄭在抗疫的報告中 亦都說 她一定會和罷工的醫護 秋後算賬 現在已經進行中了 再一次顯示 林鄭根本一直都是 毀過於別人 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甚麼都是別人的壞 秋後算賬 亦都是其中一個 要證明自己對的方法 其實政治清算已經進行了很久 我也看不到現在特區政府 有多尊重自由 有多尊重人權 而且我看到的 反而越來越有偏頗 譬如說 早前拘捕 在網上散播這些不實言論 很簡單 你叫警方 有這麼多警暴 居然可以完全無動於衷 只是新一哥PK等 去訓斥他們 駕駛電單車 撞人群那裡 去訓斥他們這麼少? 不是吧? 根本都不成比例 港台言論自由 講我們的一些人權 甚至是遊行集會自由 現在都沒有了 但林鄭不會出來捍衛 林鄭不會出來說話 林鄭好像給了警察去管治香港 你不如你的工資給她吧 不過不要問我們納稅人狼 是你自己捐給她 不要關我們事 我覺得整件事 現在的秋後算帳形式 是林鄭垂死掙扎的其中一個自保手段 要證明給中央看 她是不惜一切 你叫我做甚麼我一定做 有些你還未叫我做的我都做了她 總而言之我就要坐多一層 當然 林鄭怎會不博連任? 她不像一個這麼快會跪下的人 第一我覺得那個所謂的獨立檢討委員會 林鄭請醒醒一下 根本都不適合嘴形 我們要求的就是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個就是在調查沙中線的那個 她自己應該深知同名是哪一層 那些什麼獨立檢討委員會 根本都不是我們要的那樣 即是不要在混淆視聽 不要以為這些東西又可以灑走香港人 根本完全都不拉肩 第一 第二 如果之前的風聲或者傳聞沒有錯的話 根本現在沒有人肯幫林鄭 一個這麼廢的政府背書 聽說那個檢討委員會找不到主席 沒有人肯做 即是說你現在沒有人肯幫你背書 你連那個監警會的報告都搞不定 都出不了 就因為有一個訴訟 有一個司法覆核 然後你跟著他 鑑操就整個檢討委員會用來涉旗 但那件事不是我們要的那件事 所以林鄭麻煩你 現在當疫情好像幫他做遮醜暴一樣 但林鄭不要搞錯 我們五大訴求還未回應 我們要一個是獨立調查委員會 而很多的一些武政黨背景或中立人士都已經出聲 說要一個有法律有法定功能有法律效力的 有法律的工具的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希望林鄭醒醒醒醒 聽一下 聽一下聲 不要只聽到自己的聲音 自我在催眠 聽一下街道發生了甚麼事 知道大家要甚麼 就希望他能夠回應我們的信息 我當然明白有很多人 可能覺得因為疫情之後 好像社會已經靜了 但是我不覺得一下子可以這麼快 大家會忘記到反送中運動 我覺得不可能 你問我 我一輩子都會忘記反送中 我一輩子都會忘記 我們的年輕人 怎樣被人大規模拘捕 我一輩子都忘記不到 怎樣那些便衣警拿著警棍 不斷敲一些年輕人的頭 怎樣頭破血流 我真的不會忘記得到 所以政府不要以為派錢 那些東西就可以舒緩到大家 反政府的層水 不會的 你一日未處理警暴 你一日未調查警暴的話 香港人是不會忘記的 一定會還的 一定政府要還 一定建制派要還 一一二四 大家可能最初都很擔心 一樣有他們的擔心 但是當然後來大家已經證明了 而未來的立法會選舉 很簡單而已 首先我覺得第一件事 對我來說 就是大家未登記做選民的 特別是功能組別那些 可以登記的 盡快登記 而需要改變界別的 亦都快點做 因為很快就到期 然後當然大家要處理好名單 出選等等的這些東西 而這個步驟 我覺得如果有心做的 一定會很小心地去做 不希望辜負到大家的每一票 所以很快我就會離開議會 我亦都覺得自己會繼續 作為一個市民去支持 一些我覺得很值得支持的議員 或者是一些候選人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盡選民的責任 盡快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我不相信一萬元可以買走到票 為甚麼 一場之間 還有一場之間 我有一個印象 你能夠我們 的人